广东队杜峰决战辽宁队阳明主帅 第三场央视频道全程直播 祝方宇仍然没有选择放弃 宏远队团结一致 要保留最后的独冠希望 提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 目前的广东队遭遇到的打击非常大 周鹏大队长基本上本赛季要报销了 脑部受到了震荡的影响 伤得有点重 另外威姆斯在球队当中 作为球队仅仅剩下的一名 能够上场的大外援 威姆斯一个人扛下了重任 那么球队当中的朱方宇 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新的调整 很有机会帮助广东队 完成绝地弹法超 也就是逆境当中去仿超辽宁队 对于整个广东队来说 最后的光头 其实最考验的就是 谁才是真正的最支持广东队的球迷 还有呢 最考验的就是那些 一直以来非常关注广东队的球迷 可以说呢 越是到逆境 越是到光剑的时刻呢 才能看出谁才是真的支持广东队 谁才是支持辽宁队的这边 可以说呢 对于广东队来说 不到最后的一刻 依旧没有放弃任何的希望了 而且在杜丰跟朱方宇看来呢 要拼就拼到底 直到如今我们能够了解到 哪怕说广东队遇到了双重打击 但还是有一线机会能够去仿超辽宁队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我们聊到广东队这边受到的打击到底有多大 杜丰主教练在赛后的一番话呢 其实给出了答案 在杜丰看来 已经打到没有人可以用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概括了广东队的受伤球员 到底有多少 广东队本个赛季确实呢 很多的主力选手都受到伤病的影响 从过去的三连逛的实力一路拼杀过来 广东队其实都是带着伤病继续的前进的 打到了现在的广东队已经很不容易了 其实广东队呢 在受伤满盈 在很多球员都受伤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拿出这个状态去拼 已经是非常难得 非常值得敬佩的事情了 更何况现在的广东队 周鹏作为大队长 还是摔倒在了地上 在上廊进攻过程当中 重重砸到了地上 脑部呢直接被撞到了 也就是头部被撞到 那么周鹏呢本个赛季爆销了 打不了 球队当中除了周鹏这名前锋 还有任俊飞这名大前锋 同样受伤了 那么另外呢 还包括了广东队的第二重打击 那就是大外援 以往呢是作为广东队 引以为傲的一个关键点 但本个赛季 大外援已经不是优势了 反而呢大外援还伤了两名 马上布洛克斯跟莱多都受伤了 三名外援只能派出一位 因为两名受伤了 打不了了 所以说呢 广东队这种情况之下 打击比较大 但是广东队哪怕说最后的时刻呢 对于往上7点35分的巅峰对决 第三场跟辽宁队的比拼了 朱方宇跟杜峰也就没有放弃了 据了解到 那么朱方宇呢 做出来的重要转变呢 是更多把机会 把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呢 没有错 他就是威姆斯 威姆斯在过去是作为顶级的大外援 拿过MVP的 威姆斯关键时刻总能够帮你 球队呢 完成大防超 更何况本个赛季的季后赛 威姆斯在一开始对战天津队的时候 命中率100% 威姆斯哪怕说呢 作为一名老将 但是他的状态依旧非常强悍 据了解到呢 朱方宇给威姆斯开出了 更高额的一个奖金 如果威姆斯能够带领着广东队 完成大防超 那么给到他的奖金跟奖励 将会更加丰富 所以说呢 我们真的不排除 广东队的威姆斯将会迎来大爆发 而且搭档上易建连 以及赵岳学姐胡明轩 共同去出战 共同冲击比赛的胜利 那么大家就认为呢 广东队最后的一场关键对决 有没有机会王城防超 击败辽宁队还是说 本次的比赛到此结束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